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秀珍 爱喜欢你 韩国硬生生能一边打仗 一边凑出十几集剧情 从相识到误解 最终心心相惜 圆满结局 剧情可以千回百转 一言不合就用颜值来凑 但爱情片归爱情片 韩国人拍起正经的电影来 一点都不含糊 经常矛头指指正负 有几部影片一度引发热议 推动了国家法律的修正 有颜值就是正义的现况下 凑起一对有颜值又有演技的男女主角 并不容易 而协商就在凭着男女主颜值 可以吹爆的情况下 又传承了韩颖一项紧张 甚密的剧情 堪称年度世界最佳 不知多少人是冲着 玄冰逆天的颜值来的 而协商也是她第一次 饰演访判角色 尽管大家都是为了跪舔颜值 但玄冰的表现仍旧让人眼前一亮 而片中的女主角 则是人气明星孙一生 观世这个名字 就足以把影片拔高了一个高度 影片讲述了韩国有史以来 最恶劣的绑架事件 最终由饰演绑匪的玄冰 和谈判专家孙一珍进行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 孙一珍必须面临 玄冰提出的每十分钟 杀死一个人的压力 同时不断解析玄冰的意图 通过协商完美解决这个难题 然而玄冰不断地给孙一珍施加压力 在与孙一珍谈判的时候 却依旧能面不改色的射杀人质 但在孙一珍出色的谈判能力下 玄冰的内心也一点点的袒露出来 原来玄冰从事着国际武器走私的犯罪行为 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这场绑架事件更多的也是玄冰对外的一种控诉 玄冰的妹妹和父母双亡 被财团社长收留 尽管社长给了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内心的想法却是让他们替自己卖命 为了报答社长的恩情 玄冰也只有一次次地游走于犯罪案件中 在不断地逃亡生涯中 玄冰一次次见证着上位者的相互勾结 手握玄冰的国家管理者 也一手操纵着社会黑暗面 当自己的妹妹也无辜牺牲后 她终于对社会绝望 与其说是她一手策划了绑架案 更多的是她想对这个社会表明自己的态度 所以她才会愿意对孙一珍说出自己所掌握的事情 她要让平民知道自己绑架的官员们 在社会中蔓延了什么样的角色 尽管影片最终仍旧给了一个不完美的催泪结局 但两人最后的一番交涉 已经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孙一珍委婉 玄冰的遭遇 发誓要查明真相 但玄冰接受善意的同时 仍旧坦然走向悲剧 整部影片没有华丽丽的场景 没有华语美伏 剧组最大的开销应该是那个特种部队 前往泰国并炸掉小房子的军火部分了吧 但是这部影片是有的是演技 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 都是演技超棒的 玄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屋子里 通过表情 语言动作将一个绝望的 无力的当又不得不战斗的悲情男人 不仅打动了何彩语 也打动了观众 一开始我们因为是玄冰 而对这个角色恨不起来 后来我们是因为玄冰的表演 而对这个角色恨不起来 孙一珍在很多中国韩名的心中 是唯一承认的仙女及美女 虽然何彩允的颜值是有点经不起 岁月了 但演技是爆的 对自己无力救回的人事妹妹时的惊恐 对明太久的认知的变化 当知道引爆器被明太久关掉 当引太久被一枪爆头时的场景 眼神的变化 心态的呈现都是把握得很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